竟然敢冒充神机营劝响 虽然他们穿着神机营的军装 任小素冷声道 既然你们说是来和谈的 却不愿缴械 这是什么意思 庆氏不会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吧 此时庆氏军官思绪在脑中快速地运转 他非常清楚 他们400人面对1000个神机营战士 确实没有什么胜算 既然是来谈判的 只有谈判顺利进行 他们才能活着回去 这时候就算勉强打赢了逃生 他们还能逃出李氏的地盘不成 做了一番权衡征扎后 那名庆氏军官命令道 听我命令 所有人都放下武器 结果就在庆氏部队刚放下枪械的瞬间 任小素掏出一柄手枪 将庆氏的那名军官击杀 轻碎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 所有人都猛了 怎么耍赖呢 任小素大吼 他们没枪了 杀庆氏部队有功 跟我上啊 后面的人一脸茫然 有些人跟着就冲了上去 有人虽然想跑 可李清正等人就在后面举枪督战 李清正举枪铃笑道 我看谁敢跑 一群人赶鸭子上架 全都端起枪来往前冲去 这场战斗打得稀里糊涂 有些人压根就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只是任小素汉不畏死地往前冲了 他们就下意识地跟着冲了上去 开枪扫射 幸是后面的人 见状利马拔出自己藏在腋下的手枪 其实他们愿意放下 也是因为他们还藏有枪型 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枪型 砰砰砰 只见在纷飞大雪中的一处山谷上方 不断地冒起谋面 一阵阵轰鸣的枪声在整个山谷中徘徊 第二天李氏指挥部内 什么 有一支私人部队全监庆视特种作战部队 指挥部里一名将领惊呼 你没开玩笑吧 确认了没有 这名将领面前的参谋说道 千真万确 就是昨天的事情 他们派的一个叫做陈无敌的士兵回来报信 我们的人迅速赶到现场进行确认 他们杀死的应是庆视特种作战营 只是不知道这庆视的部队为何来到我军腹地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将领怒吼 竟然被敌军如此轻松地渗透进来 你怎么不等他们杀到指挥部门口再发现他们呢 参谋涅诺道 我们怀疑他们确实是来斩首的 所以故意走的山野 也没有带整编制的人作战人员 就是为了轻装减刑 缩小目标 将领稍微平息了些许怒火 他们是怎么被全监的 我们记录了私人部队的笔录 他们说自己是铁二营 这次能全监地方只因为营长致勇双拳 利用几方神机营的军装唬住了对方 然后逼对方缴械后立刻发起了冲锋 参谋说道 听起来怎么这么诡异呢 将领疑惑 他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 却不知道蹊跷在哪里 我也觉得挺诡异 不过对方自知打不过神机营 好像也解释得通 参谋说道 咱们现在怎么处理这事 这私人部队死了多少人 400人 与敌方死亡数量一致 将领感慨 一支私人部队竟然都能把 庆室的特种作战营给全监了 而且伤亡的人数还没有超过预计 这是大劫 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大劫 参谋立马明白将领的意思了 之前所有人都很看好神机营 都希望神机营能首战大劫 以此来提振军心 可是希望越大 失望变越大 神机营的挫败 让李氏的高层将领们非常失望 这两天开作战会议的时候 指挥部里都仿佛笼罩着一层阴霾 作战参谋们连咳嗽都不敢大声一些 生怕挨了训斥 而现在 各种作战营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到了他们这个层面 其实并不在乎一兵一族的得失 而是要考虑整个全局的影响 将领说道 立刻向主席团汇报此事 为这支私人部队申请嘉奖 我要将这体二营改名叫做英雄营 此营长要正式受贤 受我李氏正规军的少孝贤 而且要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装备 参谋愣了一下 这是要在全军数楷模呀 要知道 私人部队虽有军职 却从不受贤 所以私人部队的军官一个个跟打工的一样 还能直接买官 李氏财团也从来不当这私人部队是自己人 而现在有了正式受贤就不一样了 这任小宿以后 说不定要调到李氏正规军里担任要职的 至于去跟主席团汇报 也只是走个流程而已 这时候主席团根本不会干涉一名军官的任命 只要对打仗有利的事情 他们统统不会阻拦 不过此时 将领忽然说道 把这支私人部队配备装备